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它呢主要是将物料从照回过滤排序等各个阶段详细的记录下来 这些呢将作为排序可解释的数据的基石 然后第二个模块就是模型可解释 然后它呢主要解释的是推荐系统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结果 主要是从行为和特征的这个角度来解释模型的整个链路 对某些或者某个SKO得分的一个高低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流量可解释 然后在这一块我们的整个系统 然后建设还在比较初步的一个阶段 然后主要呢是做到了从整体的一个流量 然后解释商品的一个差异 然后那这商品的一个差异呢 主要是就是一些商品的分层现象 以及商品的常委现象的这些原因 然后此外呢我们还做到了一些用户行为的一些可解释 接下来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要解决推荐系统的什么问题 首先呢就是这个推荐有无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大家会经常说为什么给我推了这个商品 或者为什么没有给我推这个商品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相似推荐的问题 就比如说一次下拉里面 然后出现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这些商品有很多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些多样性的问题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推荐场景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在情人节这天 然后给我推荐这个鲜花 就是首先这个策略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是这个推荐的场景出现了问题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些这种复构周期的问题 比如说短期内给我推荐了已经购买的这些商品 比如说如果给我推荐的是一些生鲜食品类的这些商品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短期内给我推荐了我曾经购买的那些电器 那这些肯定就有问题了 再一个就是推荐排序的一些问题 就是为什么给我推荐的商品是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模型可解释是要解决模型推荐的什么问题 那模型可解释呢其实主要是分为局部可解释和那个全局可解释 而局部可解释呢就是说我问这个模型 为什么这张图片它是一只猫 那全局可解释呢就是说我问这个模型猫都具有什么特征 那映射到电商这个系统里面呢 然后模型可解释有以下的这些应用 就比如说我问这个模型 为什么给我的排序中这个SKU得分是最高的 然后再引申一下 就是我问这个模型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SKU所在的那些相关类目的那些行为 但是呢针对这些类目或者这些品牌 或者这些产品词下面的这些商品 这些打分都是普遍较高 然后针对全局可解释的话 就是我输入给模型的那些上纤维的特征都是必须的吗 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可解释系统的这个架构 首先来看一下可解释系统的难点 首先呢就是整个算法的它的这个链路 它呢是非常大的 就比如说召回可能是万级的召回 然后特征呢是上纤级的 那不管是单条数据还是全量的数据 那天级或者小时级PB级的数据增长都是非常常见的 因此它呢它呢会面临一个数据量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呢就是它呢治理起来也是非常难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法模块会分为召回策略排序 类似的这些比较常见的模块 但是呢这些模块可能是由公司里面不同的团队负责的 那我在负责的时候每个团队的它那些数据 以及代码的那些习惯都有不同的规范 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数据都是非常杂乱的 再一个呢就是整个推荐系统它的会涉及到不同的模型 比如说粗排 金排 重排以及一一的这些策略 它的模型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这些现象呢就导致整个数据分析的 数据的复用性是非常难的 分析的链路也是非常难 但是呢它的场景又非常多 就比如说我的可能召回出了问题 然后这我呢就需要对召回进行分析 然后我呢策略出了问题 我可能需要对策略进行分析 那我的模型出了问题 我可能就需要对模型进行分析 这左边这个是比如说 我们带来的一些主要的就是用户一次刷新 然后在推荐系统里面进行的一个流量的放大 那我首先就是用户的一次刷新映射到这个推荐系统里面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的是一个这种接入服务 它呢其实是一个简单的rank服务 然后在这个里面 它呢会调用不同的这些召回服务 这里面可能是有几十度召回 那这里面你看就有一个几十倍的流量放大 然后进行召回之后会进行不同的那些过滤 然后过滤之后又会经过不同的这些模型 然后进行粗排 金排 仪重排 然后这些就是整个一个流量 因此到推荐系统里面可能会有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的一个流量的放大 这就造成了它的那个整个的数据量级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右边这个图 是我们这个针对的整个的这个左边的一个架构 然后进行的一个日之吹的一种展示 然后那些接入服务 召回 召回过滤 排序 这些策略分别都会对应左边的那些关键的那些模块 然后这个呢是可解式系统的一个平台化的一个展示 这个是我们可解式系统的一个架构 然后是采用flink 然后实现了天级PP级的这些增长的数据 实时入仓的 然后这些呢数据主要是包括特征 召回 排序以及策略等等 这些不管是单条数据还是总的量级都是非常大的 然后采用了那个clickhouse 它呢提供了多维度的一个分析查询的功能 它呢主要是解决可解式链路一个分析难的一个问题 我们呢底层的架构呢主要是用flink把那个算法的日志 以及用户行为的数据经过解析以及散批之后 然后实时的写给clickhouse进行多聚和一个精细化的场景的一个case查询 然后在底层的架构之上是构建的排序可解式以及流量可解式 排序可解式主要是进行的一些场景问题的一些分析 然后流量可解式主要是针对 目前做到的是针对一些痊愈模型的一些打分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正常的一个模型 然后它在它应该是一个连续且稳定的一个打分区间 但是如果出现一些打分的跳动 可能就是一些流量出现的问题 就比如说可能是某个特征出现的问题 然后再一个就是SKO的一个流量对比的分析 然后这个的实现是一个痊愈的大落斗 然后针对模型可解式的话 我们主要是应用到的是那个电商领域的一些 就比如说SKO的特征重要性 然后用户的一些特征重要性 以及全局的特征重要性 这个会在接下来有详细的展示 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排序可解式 然后将从以下几个链路来介绍 一个是那个trace链路 然后debug链路 用户画像 行为画像 以及那个商品画像 整个这个trace的日志 其实是根据这个 整个这个推荐系统的漏斗来做的 就比如说我从召回是从一级的这个商品里面 然后将商品筛选到万级 然后呢 经过过滤之后 然后万给粗牌 粗牌达到一个千级的一个留下 然后呢 金牌再将千级的商品筛选出来百级符合用户习惯或者是喜欢的那些商品 然后进行重牌进行策略 然后达到十级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给我推或者没有推某个商品 在左边这个漏斗里面其实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就比如说我有没有进行召回啊 我有没有进行过滤 我在排序的哪个阶段是被过滤掉的 类似这种 然后下面这个是 左边这个图是我们可解释系统的 然后针对左边那个漏斗图的一个详细的展示 然后它呢是从在架构的这个角度帮助我们那些算法的同学来解决 就比如说我有没有在针对这个请求 我有没有这一路召回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过这个模型类似这种 然后右边这个其实是一个单个请求级别的一个漏斗 然后针对这个漏斗我可以详细的查询 然后这些一些这种排序的这些问题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debug的模拟请求 它呢其实主要是解决 就比如说整个的这个推荐系统上它的链路是非常的长的 那么就我的一些这种这个策略到底有没有生效 就比如说模型得分的一些加权或者减权 然后召回链路 然后多样性特征等的一些策略的修改 到底有没有生效 因此呢我呢需要引入一些线上的流量来做这些验证 然后再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在线上有两个实验分别为testA和testB 那testA呢它的那个效果要比testB好一些 那么我想知道这个testA比这个testB到底好到哪里 那我可以在左边下面这个图里面输入相应的它的那个testA和testB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对testA和testB 然后针对某一个用户 然后它的一些具体的结果 然后它的地图展示出来 就比如说testA可能是它的那些质量分要求高一些 类似这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用户画像 然后用户画像它呢其实就我们的这些照回 其实基本上都是根据一些用户画像来做的 就比如说一些感兴趣的一些照回 以及一些价值分层的这些照回 然后它呢会对应用户画像的两个维度 一个是common维度 一个是挖掘类的 然后针对common维度的话 然后我们主要是应对对应的是一些人口属性 就比如说是否有小孩 如果有小孩的话 是不是针对这些小孩有些样的那些照回 然后如果是针对用户价值的话 就会需要针对用户相应的那些分层 然后进行照回 而针对挖掘类的话 我们会挖掘出相应的那些品牌品类 以及一些购买力 或者店铺产品词的那些偏好 根据这些进行照回 这个时候假如说我发现了某个 某次请求或者某一些请求 然后它的照回出了问题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 然后相应的那些用户画像 是不是出了问题 再一个就是用户行为画像 其实这个行为画像也是那个用户画像的一部分 但是我这块担心出来了 是因为它还有一个就是用户行为保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户行为 它在这个可解释系统里面 其实致在于复现整个京东APP上 它所有的那些用户行为 这样子的话 我在查询一些具体的这些case的时候 才能真正的复现当时用户他都做了什么 这样子的话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再一个就是应对的是一些行为类的照回 比如说用户行为 我们在这里划分为宏观行为以及精细行为 然后宏观行为的话 它可能就是对应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浏览架构 点击下单这些 但是如果是单单只有宏观行为的话 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判断用户的一些意图的 就比如说我只有点击的话 我没有办法判断 它是想要买一件东西 还是只是想要逛逛 这些在推荐的这些场景下 其实是尤其显著的 但是如果我加入了一些精细行为的买点 就比如说一些点击大图 查看评论 浏览时长 还有操作次数 类似这种 就比如这些都是对于商想页的一些行为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详细地知道 它呢 绝大部分的就是要 就是我想要买这个商品的 因此我在照会员里面 加入一些评论分享 查看大叔的这些照会 这样子的话 在做到一些那种相关推荐的时候 是非常有用的 接下来再看一下商品画像 这个呢 我是引入了一个问题 来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个商品画像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为什么在情人节 给我推了一个花圈 然后左边这个图 是金龙的这个首页 然后它呢 是打开来 它呢是一个花 看着是一个花 然后这个呢 是在京东的情人节当天 大家做的 我们做的一个策略 就是要在首页展示出鲜花素地类的这些商品 但是点进去之后 发现呢 它呢是一个丧葬类的商品 然后呢 经过在这个debug系统里面 查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确实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丧葬类的 但是呢 它的三级分类 然后是鲜花素地的 然后这就表明我们的推荐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是就是完善商品的一个分类体系 它以及标签的体系 然后当然了就是为了快速fix这一类的问题 需要在那个服务端增加相应的一些过滤的行为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模型可解释 然后模型可解释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引入背景 经过上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初筛整个推荐系统下面的一些排序可解释 带来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会遇到以下问题 就比如说第一个是全域数据下模型过滤了很多的数据 像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照回 经过照回过滤之后还有八万的数据 但是经过排序之后只有五千了 然后那就说明是模型过滤了很多的数据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频繁地给我推 我不感兴趣 并且没有行为的那些类目品牌 但是呢我经过排查之后 发现它呢是因为模型的得分较高 那因此在这两个背景下 我们是一定要引入模型可解释呢 要不然的话 我们整个这个可解释的系统就是不完善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整个的这个模型可解释 然后它呢就分为一些 比如说这种它自己的 它本身就可以解释的 就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模型 LR啊以及一些规则类的模型 还有一些就是模型相关的 或者是一些模型无关的 在这里呢我直接说我们的这个结论 然后针对TreeModel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TreeShop进行解释 而针对神经网络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IG 然后我来详细介绍一下TreeShop 就是在介绍TreeShop之前 我先来介绍一下Shop的Value 而且Shop的Value的算法本质 是为了研究一个团体中各个参与者 对团队的这个贡献 然后映射到电商的领域呢 就是确定简而言之 就是确定模型各个特征 对于预估结果的一个影响 当然这个算法也是有缺点的 然后它呢就是在特征较多的时候 会导致计算量成指数级别的增长 然后进而呢我们引入了这个TreeShop 然后TreeShop它呢就不再便利 不再便利各个特征了 然后它呢是便利各个叶子节点 通过计算根节点里到叶子节点的一些路径 然后以及它的一些计算 来极大的降低了它的那个计算复杂度 然后这里面呢右边的这个代码 是我们一些SKO的特征重要性 的一个简单的代码 然后上面那个是 上面那个是一个背景的样本 下面那个是跟SKO相关的一些target的样本 通过这两个对比它的那些特征重要性 来得出来这个SKO的一些特征重要性 后面会有详细的展示 然后再一个是这个模型科解释 一些神经网络相关的解释 就是我们采用的是积分T度的这个算法 然后它的本质呢是通过计算输入变量的变化 对模型的这个输出影响的积分 来评估变量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这个算法它呢有两个好处 然后一个是敏感性就是在面对T度饱和的时候 也就是右面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大象的这个鼻子 在无线长的时候我可以在变 在辨识性的这些特征上保留有效的这些T度 然后第二个就是实现不变性 就是两个输出结果相同的那些模型 我们是可以得到相同的这个归因结果的 然后这模型科解释在电商领域 我们有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应用吧 然后第一个就是全局的这个特征重要性 我们应用场景主要就是筛选一些关键的特征因子 右边这个图是秒杀的那个场景下 它的TALK20的一个重要性的特征 然后左边这个图就是它的右边那个图的一些热力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其实如果是仅仅有一个全局的特征重要性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对那些运营进行任何的指导的 因此呢我们就又有就又有以下这个应用 就是特征值对结果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分布 然后通过观察右边这个图 我们可以做到以下的结论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该特征的这些分布区间 是30到-14之间 并且呢随着特征值的增大 对模型得分的影响呢开始持正向 就是如果想要有正向的结果的话 可以得到商品特征的这个运营空间 就这块的话我们一共有两个落地 然后一个是把这些把这个图然后提供给运营 然后再一个就是当然了不是直接的这种图啊 而是有一个间域区间的这种图 然后再一个就是给算法工程师直接看这种图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第二个电商的应用 就是单SKU的一个特征的重要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单SKU的特征重要性 前面第一个那个是全局的一个打分 但是呢模型呢它呢是对所有的商品的打分都是公平的 但是呢在我们电商的场景下 就或者是京东的场景下吧 我相信整个电商场景也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商品是分层的 也就是说它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个是模型对某个类目下的商品打分的分布较广 或者是模型对某个类目下的打分偏高或者偏低 就比如说像京东的那些敏感敏感类目 它的打分就是偏低 因为它的曝光的机会都很少 但是如果针对一些就比如说苹果类的这些品牌 或者小米手机这种 它的打分就会偏高 因为它的一些行为类的或者用户类的这种 对它们的一些偏好都会偏高 但是呢 这种因此呢 我们知道某个SKO 在某个或者某类品牌下的流量的或许情况 比针对痊愈的商品是更有说服力的 然后简而言之就是 我小米的这个品牌 我需要在那个小米的品牌下 然后来做它的这个流量获取的情况对比 然后比针对包括双鲜食品的这些权益商品 其实是更有说服力的 然后左边上面这个是我们一个可解释系统的一个展示 平台化的一个展示 你看可以看到如果选单SKO特征中央性的话 除了进行样本和模型的一个上传 然后还需要选择它的一些三级类目 品牌或者是产品词 然后下面是一个单SKO特征中央性的一个 一个那个table的一个展示 再一个就是多SKO的一个特征中央性 其实引入这个问题的话 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经常收到一些提问 就是商家的提问 我觉得这个品还没有我这个好 但是为什么它会卖的更好一些 这个在一些营销类的场景下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接受这个问题 并且转换为第一个就是这些SKO 的这个全域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对比 然后这个呢就是映射到左边上面那个图 我呢可以查到某个SKO在全域的一个流量的流转情况 第二个就是如果产生差异的 然后是在rank末端阶段 然后我呢是需要排查问题的 我呢需要把这两个SKO 一个设为背景样本 一个需要一个设置成目标样本 对两个SKO的特征重要性进行打分 那可以看到上面那个打分为3.77 然后下面那个是0.IE 明显明显是上面那个会更加有竞争力一些 下面这个就是一些用户维度的特征重要性 然后大家都说其实这个跟那个商品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商品是针对痊愈的 商品针对痊愈的没有道理的话 那我如果某个用户或者某类用户 然后针对痊愈的用户 那也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呢它呢会出现这种训练级的偏差 也就是说全局的特征重要性是针对整体的训练级 而不是某个或者某类用户 再一个就是一些用户特征 比如说体现用户火焰度的这些特征 一些这种实时的特征 然后它呢本身就是差异的 那我本身我拿到这些打分的话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全局训练级 以及特定训练级的一个差异 就比如说某个或者某类用户下 会衍生出不同的这个特征重要性 然后因此左边这个图呢 我们是选用到了不同的这个用户 在它相应的那些类品 那些某类用户下 就相同标签那些用户下 它的那些特征重要性的前二十 后面这个就是在模型层面解释 为何会给特定的用户曝光SKO 然后应用场景就是 像我们经常会收到老板提来的一些商品 就是提过来的一些case 就是我对 我明明对这些 这些美妆 美妆项链类的这些商品不感兴趣 但是为什么给我推了这些商品 然后经过排查之后 我们发现这些商品确实经过了模型 并且呢模型打出了高分 那这因此呢 就如果我们直接告诉老板说 你看模型就给你打了高分 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肯定是不满意的 然后因此我们需要 针对这一类的问题 然后在模型可解释的基础上 实现电商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应用 就是比如说我把异常的SKO 就是打高分的那些SKO 作为目标原本 然后正常的那些SKO 作为背景原本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得到正常SKO的一个特征分布 以及异常SKO的特征分 特征重要性 第二个呢 就是我呢 对那些特征进行扰动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流量可解释 然后流量可解释 我们是目前还在建设的一个初期 然后目前平台 还有五分钟 目前平台化的一个 做的还相对来是还比较少 但是我们流量可解释 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 从推荐系统的这个角度 解释商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层的现象 然后以及一些商品常委现象的一些根本的原因 并且呢 解析用户的一个行 用户行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左边这个图呢 它呢 其实是一个全局商品的一个漏斗 然后在这个推荐系统的这种模式下 经过了推荐系统的主要的这个模块 然后它呢 相对于前面那个Trace级别来说 它呢是一个全域的这个loader 我呢输入一些SKU 可以拿到它在推荐系统里面的 各个主要的模块的一些流量的分布 然后右面这个呢 是整个推荐系统里面一些关键模块 然后针对SKU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统计的结果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图就是我们在每个推荐系统里面 各个模块 然后它的一些 比如说针对一些品类品牌的一些统计结果 这些呢可能会进去到一些实验 或者进去到一些推荐位 类似这些 以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